大家好 我是你的老朋友喵哥 前段时间 这个喵哥车子 就这台车给蹭了些人家 最后理赔完了之后 这个价格顶着交强险的极限 两千块钱走 我们都知道交强险财产损 在你有责任的情况下 顶额赔付也就是两千块了 就有不少朋友咨询喵哥 喵哥你这个出险之后 我怎么样才能做到 只动交强险不动三业险呢 因为大家都很关心 出了险之后 明年的保费它就会涨 是不是 我连续三年没出险了 我保费折扣已经非常低了 我就因为出这么一个小险 明年保费给我涨了七八百三千 我一算我不划算 涨保费它又分交强险 跟商业险分开涨 所以我今天出险 我要是没有动三业险 我只动了交强险 明年只涨交强险 而交强险对于我们普通的 五座家园材料说 它就是950块钱 你折扣再低 它可能也就是600多块钱 所以要是明年涨价 不涨商业险 只涨交强险 那我这个损失就没那么大 只涨几百块钱 是不是还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今天描给大家分析一下 我自己的经验 在出了险之后 如何去把控好这个技巧 能够用交强险的情况下 今天就不要动到这个商业险 车子我投保过几个保险公司 这个能保 平安 能寿 至于说其他的保险公司 我基本都没有投保过 我个人还是比较相信 这个大量的品牌 有保障 而且出险之后 第一时间都会给你 指派一个礼拜专员 这个时候你自己的车损非常轻 或者压根就没有买 这个车损险的情况下 你预估一下 可能对方伤的也不是非常重 可能在两千块钱 甚至两千出头 这么一点点范围之内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跟礼拜专员沟通一下 你说我的车损非常轻 可能就是两百块钱 然后对方的车损 可能稍微重一点 可能就是两千 或者两千多一点点 这种情况 你今天帮我控制一下 控制在交强险范围之内 这样的话就会处理掉 假如对方去定损 定完之后 他的损失超过了两千 比如说是两千一两千二 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礼拜专员这个时候 他会给你打电话 告诉你 他会遵取你的意见 你要不要动用三业险 如果你算一下 明年涨的保费 比这两百块钱多多了 你就可以跟礼拜专员说 或者你自己跟对方联系 你说我就不想动三业险了 多出来两百块钱差额 我不给你 要么 你就跟礼拜专员 跟他协商一下 跟他好好说 你说让他跟定损那边 尤其是4月时间定损的话 就更好说了 这个一两百块钱 可以作为一个零头 甚至可以抹掉 4月时间那边 反正他利润也是比较可观的 就先描个上次这个事情 这个朋友直接把车子 开到4月时间去了 然后4月时间那边 合作的他们就是定了损 定完之后 大概就是两千出头 还不到两千一百块钱 理裴装员就跟我打电话 说兄弟 你那个是两千出头 我说两千出头 这个你一动行情波 跟4月时间那边协商一下 零头就给我抹了 反正只有这么一点点零头 过了一会 他跟我打电话来 他说他跟那边商量一下 这个零头已经给我抹掉了 就定了两千块钱顶额 这样的话 就可以不动我的商业险 我明年的话 商业险部分就不会涨价 只涨交价险部分 在一定程度上 避免了这一部分损失 以上呢 就是通过这次 喵哥自己实际的操作 给大家这个招 希望大家在发生 这种小事故的时候 也可以依照喵哥的这个做法 在一定程度上 鉴定自己来年保费上涨的损失 如果大家觉得 喵哥知道这个招 对你有帮助 给喵哥点个赞 给个关注 怎么样 对你有帮助